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黑布立山知名的雪之大谷 是日本北陸知名的景點 跟周遭充滿藝術悠閒氣息的富山市 合在一起會是一個很精彩的行程 這支影片就來教大家如何富山以及黑布立山兩天一夜遊吧 無論你是從東京、金澤或是其他城市來到富山 我們大概就過個早上9點左右來到富山車站吧 抵達富山車站後,我們直接走路15分鐘內 就來到了大景點富山環水公園 現在超美的星巴克吃個早餐 富山環水公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美景 距離的河畔以及草地非常的接近 店外跟店內皆以木頭為主的設計 夾家店使用大量的落地窗 在店內可以直接看到運河的美景 天氣溫暖的時候坐在室外吹吹風感覺更好 包住星巴克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 於1997年開源 特色是環繞運河的一個綠地 可以散步的距離總長約兩公里左右 是一個非常適合遛狗跟遛小孩的地方 整個公園的highlight是長58公尺 高20公尺的天門橋 這座三樓的觀景台 除了可以飽覽公園景色外 還可以看到遠方的栗山連峰 我們接下來來到環水公園旁設計非常有美感的 富山縣美術館 除了館內收藏很多藝術品以外 屋上庭園有非常適合小孩子玩耍的遊樂設施 也充滿著設計美感 現在已到了中餐時間 我們直接在美術館吃一間非常有設計感的餐廳 Bibi Bido Juli 簡單來說餐廳的概念就是把藝術 跟美食 融合在一起 餐點的部分使用了富山總共15個鄉鎮市的食材製作而成 包補點的composition plate 有肉、海產、野菜、蛋、米、味噌 分別放在不同的白色小碟子內 大家可以玩一下各種碟子的排列組合 創造自己的藝術品 另外其他餐點也都設計感十足 甜點也非常有美感 覺得是IG打卡的絕佳素材 吃完中餐大概一點半 我們繼續進行我們的富山遊 富山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交通也非常的容易 走路或搭配路面電車都很方便 我們接下來的行程大致上都在一條直線的大馬路上 我就不贅述交通方式了 我們的第一站富山城址公園 是市中心的綠洲 是一個綠印繁茂的公園 外圍有護城河 內有天守閣 是由富山繁千田家的居城 富山城的城址改建而成 大家可以拜訪天守閣的頂樓 看看富山市的美景 下午4點左右我們來到富山玻璃美術館 這棟建築是由世界名建築師威恩武所設計 外觀像是遠方立善連峰的沿脈 內觀則非常的氣派 一直可以看到不同樓層的層次 然後再由上方的窗戶打下來的光 照亮整個室內環境 以及大量的木造圓柱 讓整體有一種自然的舒適感 現在時間大概6點 也是吃晚餐的時候囉 這家連續4年得到 塔白瑞瑞西日本百名店稱號的 已經服務在地人將近50個年頭 特色是超有嚼勁的烏龍麵 加上4種海鮮 以及北海道昆布所製作出來的醬汁 放在土鍋裡烹煮完成後 熱騰騰的放在客人的面前直接享用 包袱點的人計謀自烏龍麵 有比烏龍麵更有嚼勁的豬腸 真的好吃 很適合天氣冷的時候享用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回到富山環水公園看看這裡的夜景 到了晚上這裡的氣氛也很好 公園的打光也非常的浪漫 白天拜訪星巴克 晚上店面的打光 讓整間店看起來頗有時尚感 我們再度登上天門橋看看夜景 結束富山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我們起個大早 從富山車站旁的富山地方鐵道 出發前往黑布麗山 一路坐65分鐘的車到麗山站 電車從城市一路看往山區 欣賞群山環繞的鄉村景色 真是坐電車的浪漫 到達麗山站後 大家可以在乘坐麗山登山纜車前 在車站內的土產店買東西 或到車站萬三個布 買個富山白蝦可麗餅 接下來我們搭乘麗山登山纜車 在這短短7分鐘之間 我們從海拔475公尺 上升502公尺 來到海拔977公尺的北女坪站 到這岸就已經可以看到車站附近的殘穴 跟遠方山上的積雪了 接下來的交通工具 是這次行程的最大重點之一 我們要從美女坪站 一路坐巴士50分鐘 到標高2450公尺的市堂站 巴士一路往上開 我們就進到高聳的雪壁區域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觀? 其實就是在每年春季的阿爾卑斯路線開通時 清除道路上的積雪而形成的 到最後500公尺的地方 就是知名的雪之大谷 聽說雪量大的時候可以高20公尺喔 市堂站是日本標高最高的公車站 車站有一些土產店跟餐廳 也可以在周遭走走 當然也可以走到剛剛車子經過的地方看雪之大谷 我們接下來搭乘立山隧道無軌電車 看起來像是巴士 但其實算是電車的一種 是不使用汽油的叫環保的交通工具 乘坐10分鐘的無軌電車 到了標高2316公尺的大官風站 搭乘空中纜車 一路下降約500公尺 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微的雪山景色 享受這7分鐘的精彩體驗 跟纜車說再見之後 我們繼續往下降 搭乘黑布登山纜車 大約5分鐘左右 到了標高1455公尺的黑布湖站 終於可以下交通工具走走了 黑布湖最有名的景點就是黑布水壩 為日本第一高出的拱形水庫 水庫的建造供歷史7年 工程前後供計1000萬人參加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大家可以吃黑布水庫的咖哩飯 我說實在以觀光景點來說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買一隻雙麒麟邊看雪邊吃冰 看完黑布水壩 我們的黑布荔山的行程也結束囉 搭乘交通工具回到富山車站 離開富山前絕對不能錯過這裡的海鮮 我們來試試看這裡性價比很高的回轉壽司 豐山海鮮好吃的原因就是從荔山山頂充滿礦物質的血水 流入富山灣孕育了這裡的魚類 豐山馬斯西的職人每日嚴選當日新鮮的海鮮 搭配富山產的月光米 以及富山線的小食不適 製作了美味醬油所做出來的壽司 絕對讓你欲罷不能 這個魚 這個海膽 這個蝦 東京很難用這樣的價格吃到這麼好吃的回轉壽司 吃完回轉壽司 我們就結束了精彩的兩天一夜的富山遊 我是鮑勃 大家再見 掰掰